室友喜欢小奶狗 他只谈18岁没被用过的男孩 最乖的一个 他也只谈了半个月 我劝他要专一 他却说这叫转运 等凑够999人 他的运气会逆天 结果还没到一半 被一群家长告到学校 学校直接把他开除了 他怪我没及时拦住他 把我推进车流 我死死拉住他的手 一起死在货车下 再次睁眼 我静静看着他做死 有机会就背后插上一道 千千提醒您 正文开始了 我看着天花板发呆 思绪还沉浸在 被货车碾压的疼痛中 上辈子 陈希妍喜欢小奶狗 特别是年龄在 18到19岁之间的 附近的高中都被他逛遍了 最后干净的大一新生 也没跑掉 陈希妍装得很白脸 他是他们的初恋 每天都有男人 在宿舍楼下哭唧唧 我很不理解 他干嘛欺骗感情 比一般的渣女还渣 我劝他要专一 他却说这叫转运 等凑够999人 他的运气会逆天 都什么年代了 还信这些 我又劝了两句 发现没有任何意义 就再也没有问过 他感情方面的事 后来大三才开学 他就被一群家长告了 他们全程直播 影响非常不好 经过学校领导研究决定 陈希妍被学校开除了 他哭着求我安慰 我想着大家同寝室两年多 关系还过得去 就同意了 结果他把我推进了车流里 我永远都忘不了 他那阴狠的表情 江盈盈 我知道你是极度我能谈 那么多年轻帅气的男朋友 可你为什么不使劲拦着我 现在我被开除了 你是不是很开心 我没有 他还不值得我妒忌 我刚想反驳 却被他推进车流里 求生的本能 让我死死拉住他的手 一起卷进了车轮里 死得凄惨无比 陈希妍 你可真该死 盈盈 你陪我去烫一中呗 上次打篮球那个就不错 今天我要上大招了 陈希妍笑咪咪说道 眼里是实在必得 听到他的声音 我恨不得爬起来扇他几巴掌 这个傻逼 明明是他自己做错了 却要怪在我身上 只是被开除而已 他就非要让我去死 这不是有病吗 神经 一中 他拉着我们去了一次 当时他说想回母校看看 我们就直接当成寝室聚会 四人一起去的 结果 那只是他的狩猎场 当场就看上五个男人 回来经过调查后 只有一个符合他的要求 今天他要下手了 拉着我去 只是为了炫耀 上辈子 我去了 然后被狠狠震惊 他昨天才分手一个小奶狗 现在立马又确定一个 还在篮球场亲上了 随后立马牵手开房 那时我就开始劝他专一 现在吗 管我屁事 不行哦 我今天有事 去不了 我淡淡回到 陈希妍脸上的笑容没了 今天周五 你能有什么事 我带你去看帅哥 你确定不去 我一祸看着他 怎么会没事 我要去图书馆看书 准备英语四级考试 还有呀 我对帅哥没兴趣 他还不如一个证书有用 陈希妍愣了一下 随后小声鼻鼓 书呆子 一看就知道 还没尝过男人的滋味 我直接朝他翻了一个白眼 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而且没用过的 很多都是秒哥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他天天当老师 也不知道快乐在哪里 我死死瞪着他 陈希妍下次骂人背着点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陈希妍没有意思不自在 他冷哼一声 转头就去问我旁边的室友宋新月 月月 一中去吗 晚上请你吃火锅 陈希妍拉着宋新月的手左右摇晃 宋新月看了我一眼 可是我也想去看书 趁现在对英语还算熟练 赶紧摆正考了 不然 以后会越来越难的 陈希妍看我们都没给他面子 脸都气红了 你们别给脸不要脸 最讨厌你们的这样的人了 真让人恶心 等我运气好了 别说四级 六级也是手到擒来 我以前听不懂 现在知道他说的意思 等凑够999人 会有逆天运气 他说过 到时彩票都要中到手软 我没理他 宋新月也没接话 陈希妍只能找胡宇柔 你去不去 我给你500块 陈希妍看不上胡宇柔 他从小山村考过来的 听到伍白眼睛都亮了 他很缺钱 一个月生活费也才800 500对于他来说 很多很多 胡宇柔同意了 他才是真正的书呆子 要不是这500 他绝对不会离开学校 我了解他 他只会干巴巴 陪在陈希妍身边 多余的话 一句都不会说 陈希妍带着胡宇柔离开 宋新月拉着我去了图书馆看书 他语重心常说道 盈盈 我们多考点证 以后出去找工作也有底气 男人慢慢找 不急 我眨白了眼睛看着他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以后一起考证 没想到他是这么想的 上辈子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宋新月家庭条件不错 不喜欢去外面聚餐 不太爱说话 一放假就回家了 我们接触的不算多 他听到我的回答很开心 还把考试资料扔给我一大堆 来 一起看 有不懂的一起探讨 我一脸猛逼的接过资料 比新华字典还厚的资料 晚上十点过 陈希妍在群里发了几张亲密照 佩文 轻松拿下 身高182 体重140 长20 负习8 第一次 他又在炫耀 是 晒男人有什么意思 有本事晒正书呀 啊呸 打篮球的身材的确不错 陈希妍看我们没回 又发了几张帅哥照 他说 这个有点乖 我决定多玩几天 我仔细回想一下 的确 就是这个王晨逸跟陈希妍谈的醉酒 爱他爱得发疯 陈希妍跟他分手后 他天天待在宿舍楼下 本来可以考中本的成绩 最后连高考都没参加 后来被他父母拉去复读 结果还是经常来找陈希妍 而陈希妍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他当着王晨逸的面 跟其他男孩子暧昧 还骂他是窝囊废 让他滚原点 王晨逸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他父母组织受害者 一起向学校举报陈希妍 这个男孩子挺好的 可惜妥妥的恋爱脑 还爱错了人 宋新月重重叹了口气 陈希妍有病 以后我们离他原点 我点头表示赞同 的确有病 还是大病 以耍人为乐 迟早要糟 没过多久 胡宇柔喘着粗气回来 一口气喝了两大杯水 他满脸笑容 那五百块应该到手了 慢点喝 不然未受不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小声提醒着 胡宇柔笑着擦了擦嘴 我想着还早 就走回来的 当锻炼身体了 他连两块的公交都舍不得 路上肯定也舍不得买矿泉水 硬生生走了一个多小时 我想帮他的 可是他根本不接受 但似乎让他做事给报酬 他能接受 第二天 陈希妍把王晨逸带了回来 王晨逸抱着一大束玫瑰 站在宿舍楼下 吸引了不少目光 陈希妍得意洋洋回到寝室 这个不错 还很听话 昨天晚上过得很爽 我们三人没一个回答他的 都在装睡 装看书 装没听见 陈希妍冷哼一声 你们是不是嫉妒我才不理我的 也是 你们连男朋友都没谈过 真可怜 你们求求我呀 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弟弟 特别优秀的弟弟 啊呸 那些都是他用过或者看不上的 我们又不是垃圾回收站 男人那么多 非要他介绍的弟弟 陈希妍 你能不能小声点 我对你的弟弟没有兴趣 你打扰到我看书了 我冷冷说道 宋新月紧接着开口 对对对 你要谈恋爱自己谈去 我们可是要考研考博的 也不知道那句话 触碰到了陈希妍的神经 他把手里的包甩在桌子上 一脸不屑 一群书呆子 一点乐趣也没有 好不容易高考完 难道不该快乐一下吗 等你们老了 脑子里一点美好的画面都没有 全是刷题看书 我悠悠看着他 等你老了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有些人只能靠回忆活着 来不来就是想当年 盈盈 我们现在努力学习 以后一起养老呀 我连连点头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捷径哪有那么好走的 胡语楼捂住嘴巴 跟着点头 他才拿了五百块辛苦费 不好意思反驳陈希妍 说实话 陈希妍是感情骗子 人品思想都是不正的 我们都不想跟他打交道 我上辈子就是多了几句嘴 被他一直记恨在心 知道他坏 不知道他这么坏 哎 千万别同情一个三观不正的人 不管他多惨 陈希妍满脸愤怒 本来还想让王晨艺 请你们吃饭的 你们这个态度 吃个屁 我一脸鄙夷 要了弟弟的身 还让弟弟出钱请客 他可真好意思 宋新月笑咪咪说道 吃人嘴软 男人手短 我们可不敢吃 还有呀 你能不能摘下脖子上的草莓 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们昨晚干了什么吗 真的好恶心 陈希妍的脸越来越黑 他转过头看向胡语柔 吃饭 你去不去 今天你要是不去 那就把五百块还回来 吃顿饭就五百 你以为你是谁 真不要脸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胡语柔满脸惊恐看向陈希妍 你怎么能这样 陈希妍不管做什么 总喜欢拉人一起 上辈子 他跟隔壁寝室的李嘉玲关系很好 拉着他一起玩小奶狗 最后一起背开 陈希妍没有怪他 却怪到我头上 我直接笑出了声 一脸疑惑看着陈希妍 五百块都给不起吗 你生事很穷 昨天你当着大家的面 说给五百辛苦费 今天就要回去 你生事穷疯了 是不是以后不管什么事 你都要拿着五百块威胁 晓得的是五百块 不晓得的还以为是五百万 五百块就想别人卖身 你可真搞笑 胡语柔一脸崇拜望着我 眼睛红红的 看起来的确很好欺负 宋欣月朝我比了的大拇指 眼睛看向陈希妍 你要是穷 直接给我说 我赏你两块 我最讨厌没钱装大爷的 说真的 你谈这么多对象 是不是为了钱 他们没钱了 你就换下一个 陈希妍小脸气的通红 他颤抖着手 你们欺负人 你们这是霸凌 我要告辅导员 我跟另外两人对视一眼 大家眼里都是无奈 陈希妍真是有病 我冷冷开口 你知道什么是霸凌吗 你确定要我们霸凌你 你要是同意了 就别怪我不客气 说实在的 我想揍他很久了 手痒得很 可能我的眼神太洗礼 陈希妍往后退了两步 灰溜溜离开了 他只要敢点头 我就敢扇他巴掌 进不进派出所无所谓 主要是想满足他的离谱要求 陈希妍离开后 胡宇柔立马朝我们道谢 我以后再也不接他的火了 还是去发传单他时 太吓人了 的确 五百块就想让人当牛做马 做梦呢 我提到 刚刚对爽了 晚上出去吃饭呀 我请客 重生回来 还没庆祝呢 宋新月举手赞同 胡宇柔满脸纠结 我请他 你们刚刚帮了我 本来就该我请 我瞪了他一眼 是不是不给面子呀 我们去吃自助餐 每人几十块搞定 胡宇柔瞬间就不敢说话了 我们去了学校边 最出名的自助烤肉店 每人六十八元 里面的菜很新鲜 肉的种类也很多 是我们学校聚餐的必选之地 胡宇柔第一次来 眼神有点飘 我带着他拿菜 在门口 我们遇到了陈希妍 和他的小奶狗王陈毅 以及隔壁寝室的李嘉玲 陈希妍朝我们翻了一个白眼 妈的 真会气 我一脸不屑 搞半天 就请吃个六十八元的自助餐呀 还以为档次能有多高 陈希妍双目怒瞪 你懂什么 我们要的是气氛 胡宇柔紧紧拉住我 手心都出汗了 我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大庭广众之下 大家都是嘴炮 谁也不敢动手 我抬头看向王陈毅 一脸认真说道 长得不错 就是眼睛瞎了 陈希妍立马把王陈毅拉到身后 眼里全是愤怒 江盈盈 她是我的 你要点脸好吧 到底是谁不要脸 我似笑非笑看着陈希妍 从兜里摸出手机 她最喜欢在群里发小奶狗 陈希妍慌了 她拉着王陈毅的手 快速离开 现在的她 还是有点喜欢王陈毅的 我在后面喊道 帅哥 想看照片 等会来加个微信呀 陈希妍转头骂我不要脸 要是敢乱发照片 她就去警局 告我侵犯她的肖像权 我就不信了 让王陈毅看极眼 又不传播出去 还能把我抓进去 我看着她愤怒的表情 笑得更开心了 哎呀 今天心情真好 一定要多吃几盘烤肉 胡宇柔小生在我耳边说 盈盈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我要向你学习 我摸了摸她脑袋 头发枯黄 还有点个手 好 我教你 上辈子没有跟陈希妍起正面冲突 大家关系都很淡 现在我们三个一起对陈希妍 感情很明显 好了很多 吃到一半的时候 王陈毅来了 她耳尖红红的 脸上有点不好意思 姐姐 能等我看看照片吗 当然可以 在拿菜的时候 碰到了两次 她欲言又止 我就知道她肯定会来找我 然后 我就边吃边等她过来 当陈希妍拉着李嘉玲去了卫生间 她立马就过来了 你看可以 但是不能告诉陈希妍 她会骂我的 王陈毅赶紧点头 放心 我只是看看 她应该去参加高考 找到相互喜欢的人 找个好工作 好好过日子 而不是重度抑郁 天天想着自杀 我翻开群 查找聊天记录 点开图片与视频 瞬间 陈希妍跟不同男人的照片 出现在王陈毅面前 王陈毅的手在发抖 她的下嘴皮都被牙齿咬出血了 我叹了口气 你没事吧 我眼里包满了泪水 姐姐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傻子 我赶紧递给她一张纸巾 没事啊 就当被文字盯了一口 你好好高考 大学在谈恋爱 凭你的条件 不要着急 可以慢慢找个喜欢的 谈 王陈毅眼泪还是落了下来 陈希妍黑着脸 从卫生间走过来了 我拍拍王陈毅的肩膀 现在这个社会 有几个人没被扎过 你想开点哈 姐姐我觉得 你一表人才 过了这个坎 你就长大了 我们的祖国还等你来建设呢 你可不能倒下 王陈毅吸了吸鼻子 姐姐说的对 她配不上我 陈希妍脸都气变形了 她冷冷说道 王陈毅 你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王陈毅吓了一跳 转头就看见满脸愤怒的陈希妍 我撇撇嘴 腰杆伸直点 你又没错 怕什么 王陈毅抹了一把眼泪 立马占的笔直 陈希妍 你这个骗子 你说我是你的第一个男朋友 你还说会跟我好一辈子 我看了另外两个室友 眼里都是震惊 没想到陈希妍正不要脸 陈希妍死死瞪着我 江颖颖 你干嘛坏我好事 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 你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我可以告你的 她转头看向王陈毅 如果你还要跟我在一起 就跟我一起回去 我真的好怕哦 我靠在沙发上 双手抱胸 我就是看不惯你 到处骗男人 你想告就去告呗 对了 没事多看看书 咱们要做遵纪手法的好公民 别来不来就告告告 显得很没文化 群里的照片 是她自己主动发的 给王陈毅看了 又没有传播 更没有获利 她还没证据 告得了什么 宋新月连连点头 对 我简直受够你了 几天换一个 也不怕得病 差点忘了 你只找干净的男人 不过 谁能保证万无一失呢 你能骗别人 别人就不能骗你吗 就连胡与柔都没忍住 她小声说道 你好坏 骗人是不对的 陈希妍气得快发疯了 李嘉琳连忙安慰她 店里爱八卦的眼神都看了过来 服务员不停在旁边走来走去 老板也乖乖等在旁边 随时准备劝假 王陈毅一脸忧伤看着陈希妍 我们回不去了 我看到你 就会想到你跟那么多男人在一起 你可以骗我的钱 但为什么非要骗我的感情 啥 这孩子也太恋爱恼了 感情还能比钱重要 陈希妍脸上没有后悔之色 更多的是恼怒 你一个月就一千块零用钱 我骗来干嘛 要分就分 反正税都税了 你拿我也没法 我瞬间就放心下来 一千块骗了就骗了吧 王陈毅眼睛又红了 他拿起桌上的啤酒 一口气干了 陈希妍 你会后悔的 刚说完 又开了瓶啤酒盒 这次啤酒下肚 他脸刷了一下变得飞红 陈希妍瞪了我们一眼 拉着李嘉玲走了 王陈毅更难过了 他抱着板凳哭唧唧 我再也不要谈恋爱了 姐姐 好难受 明明他说过会爱我一辈子 他怎么能跟那么多人好 一个两个我能接受 可是几十个呀 我真的受不了 王陈毅可能喝醉了 他哭得很惨 老板没忍住 送了一大杯饧酒汤过来 还拍了拍他的肩膀 帅哥别哭了 大家都在看你呢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实在不行 我可以把我女儿介绍给你 王陈毅接过饧酒汤小口喝着 谢谢 我不敢谈了 女人太恐怖了 可怜的孩子 就一天时间 世界观都颠覆了 真怕他以后开始喜欢男人 我一脸严肃看着王陈毅 实际上 你就是运气不太好遇到他 大多数女孩都是好的 你以后肯定会找到相互喜欢的女孩子 本来已经止住哭泣的男人 又哭了出来 我扶住额头 真不该多嘴的 失恋中的男孩 情绪太不稳定了 宋新月一掌拍在桌子上 别哭了 你现在已经是男人了 流血不流泪知道不 一个坏女人而已 也值得你伤心 你应该感谢盈盈 要不是她 你会被骗得更惨 王陈毅立马止住了哭 眼睛里还挂着泪水 看起来格外可怜 姐姐 我知道错了 谢谢姐姐们告诉我真相 宋新月冷哼一声 不说话了 陈希妍找的这个 的确很乖 怪不得她谈得最久 半个小时后 王陈毅醒了大半 我们送她上了出租车 才慢慢走着回宿舍 这才一天 她就崩溃大哭 要是再久一点 肯定会抑郁 希望她能挺过去 好好高考 回到寝室 陈希妍双手抱胸 满脸愤怒看着我们 很好 你们还赶回来 神经呀 这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凭什么不回来 我们当没听到 甩都不甩她 该干嘛干嘛 陈希妍一把抢过 胡宇柔手中的毛巾 使劲甩在地上 今天 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否则 我就不客气了 我和宋新月 快速走到胡宇柔身边 陈希妍 你想要什么交代 你问问自己 你配吗 胡宇柔的手在发抖 她还是胆子太小了 陈希妍冷冷看向我 你必须向我道歉 然后保证以后 不干涉我交男朋友 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 没动手揍她 就已经很给面子了 我一脸无赖样 只要不在我面前谈 不爱我的眼 我是无所谓的 还有呀 你别惹我哦 否则 我就把你照片聊天记录 都发网上 陈希妍气得想发疯 你敢 你难道不怕进监狱吗 我疑惑看着她 你都敢惹我了 我弄死你 再进监狱也没啥吧 反正我能接受 你不行吗 我眼里全是笑意 似乎在说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疯子 你他妈就是个疯子 陈希妍吓得连连后退 看吧 横得就怕不要命的 我笑眯眯看着她 你是不是在怕我 别怕呀 我又不是现在就要弄死你 只要别惹我 我们还是同学 陈希妍身体忍不住发抖 使劲点脑袋 生怕我看不到 我黑黑笑着 伸出右手 重重拍在她脸上 记住 乖一点哦 不然 我也不知道会发什么疯 陈希妍抖得更凶了 好的 我会乖乖的 男人而已 你想要我可以送给你 我立马冷了脸 不用 我嫌脏 宋新月和胡宇柔 立马朝我竖起大拇指 陈希妍黑着脸收拾东西 我出去住几天 就不打扰你们看书了 我一掌拍在桌子上 这可是你自己出去的 要是让我听到不好的传言 我可就不客气了 陈希妍吓了一跳 收拾东西的手更快了 我听到她在小声嘀咕 以前不是挺好说话的吗 怎么突然就变了 好吓人 感觉她真的想弄死我 变成这样还不是因为她 不过 她说对了 我是真的想弄死她 陈希妍离开后 胡宇柔激动的给了我一个拥抱 盈盈 你真棒 寝室这个月的卫生我包了 还有你们的开水 我来打 我懂 她没多少钱 只能用体力劳动来表示感谢 实际上 我也没帮她 只是替上被子的自己出口气 我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大家都是好朋友 一起做卫生 也是增进感情的方式 那能你一人打扫卫生 胡宇柔眼睛红红的 她用尽点头 对 我们是好朋友 宋新月拍拍胡宇柔的肩膀 我最大 你们喊我大姐 走 晚上我请客 咱们吃火锅去 按年龄排序 我是老二 我不干 既然我们要考研考博 那么就该以成绩定大小 还有两个月期末考试 那时我们再来分大小 宋新月看了我一眼 笑着点头 胡宇柔轻声恩了一声 然后一脸认真看着我们 今天我请客 我不能欠你们太多 我昨天挣了500 这个月够花了 我跟宋新月对视一眼 无奈的摇摇头 必须得尊重她 才长出来一点点的自尊心 最后 我们选了学校后门的苍蝇馆子 点了三菜一汤 花了54块 别说 环境不咋的 但味道的确不错 胡宇柔脸上的笑容更真实了 说话的声音不由的大了不少 我们寝室三人感情越来越好了 宋新月给胡宇柔介绍了一个家教客户 每小时200 一个月能挣2000左右 有钱后 胡宇柔 变得更自信了 四级考试 我们三个全部通过 期末考试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轻易而举 要不是陈希妍 我们就是学霸寝室 我们是班级里的前三 也是系里的前三 胡宇柔考了第一 成了大姐 我不小心考了第二 成了老二 宋新月第三 成了小妹 我知道胡宇柔为了奖学金 除了看书还是看书 可奖新月应该比我强呀 算了 老二就老二吧 奖学金可比宋新月多了一倍 我想得通 陈希妍后面两个月 基本没在寝室住 天天拉着李嘉林炮小买狗 听说他又找了十几个 我们班上只要是干净的男孩 都被他撩过 有三个是他的前男友 有五个没有得手 没办法 他的名声已经传了出去 只能偏偏不知道情况的小男孩 大二才是他的专场 大一的男孩子可好骗了 期末考试 陈希妍挂了五颗 是班里挂的最多的 考试之前 他偷偷找过胡宇柔 给钱帮他作弊 每颗五百块 胡宇柔拒绝了 就算他没去做家教 他也不会答应 胡宇柔不傻 他知道这不是钱的事 逮住了 就是一辈子的事 为此 陈希妍骂了他好久 还让他等着 要让他好看 胡宇柔早就不是以前的他了 陈希妍是个坏女人的认知 已经深入他心 胡宇柔提前打开了录音 他们所有对话全程录音 本来他想考试前就交给辅导员 我让他再等等 现在最多就是批评教育 没多大意思 至少也要让他吃一个留校查看 要是能开除就最好 因为这事 我们没有考完就回家 乖乖在寝室 等着陈希妍的下一步 果然 查看成绩单后 陈希妍立马打电话 骂胡宇柔 我们依旧全程录音 胡宇柔在我和宋新月的鼓励下 时不时的对陈希妍两句 这下子 就凭陈希妍的脾气 他能忍得了 我们给胡宇柔买了隐形摄像头戴在身上 还有防狼喷雾 防狼神器都揣兜里 在他去小超市买泡面的路上 在小树林被陈希妍带了一群人拦住了 我和宋新月躲在旁边 拿着手机录视频 陈希妍冷着脸 胡宇柔 你现在跪下给我道歉 并保证以后考试都给我递答案 我就当这是没发生过 真是好大的脸 胡宇柔知道我们在后面 但身体还是忍不住发抖 这样是不对的 你好好看书 肯定能及格的 陈希妍怎么可能不知道看书能及格 他要的是不劳而获 胡宇柔 你别给脸不要脸 今天我带了这么多人 他们可不是吃素的 你信不信 我立马就让你知道男人的滋味 我就不信了 给你拍了视频 你还能不听话 听到陈希妍说的话 胡宇柔抖得更厉害了 他以为只是语言威胁 没想是这种威胁 我立马报警 宋新月也跟着打辅导员的电话 陈希妍满脸不屑 一巴掌扇在胡宇柔脸上 你倒是说话呀 刚才打电话 不是理直气壮的很吗 我和宋新月冲了过去 把胡宇柔拉到身后 胡宇柔看到我们 终于松了口气 我冷冷看向陈希妍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带着一群校外的人霸凌同学 还敢用那种视频威胁 陈希妍的眼神有点飘忽 他知道我是硬茬子 没胡宇柔好拿捏 他扯出一个假笑 瞧你说的 我只是跟他开玩笑 大家都是同学 开个玩笑怎么了 我指了指胡宇柔脸上的巴掌印 你已经动手了 你带着一群男人过来开玩笑 玩笑是这么开的吗 陈希妍不耐烦了 他死死盯着我 眼里带着杀意 江盈盈 你别逼我 说实话 一个是干 三个还不是一样干 他们都是弟弟 你猜 要是出了事 谁的责任更大 我差点没忍住骂娘 真探马剑 辅导员应该快来了 但还得拖点时间 陈希妍 你是不是有病 他们那么小 要是出了事 你以为你没责任 真是服了 男孩子本来成熟的晚 陈希妍说几句就信了 说不定 现在他们还觉得自己 在做好人好事 陈希妍一手搂一个 笑得非常欠扁 你们来得正好 以后我就是寝室老大 我想干嘛干嘛 你们都给听我的 不然我就找他们伺候你们 傻逼 我没忍住 骂了出来 宋星月都气笑了 陈希妍 你觉得我们不会报警吗 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耍这些手段 陈希妍笑嘻嘻的 不管什么年代 只要有用就行 现在我们要开始演戏了 他刚说完 就有两个小男孩 拿出摄像机牌 其中最小的两个 一脸惊恐看着我们 姐姐 我们还小 你不能强迫我 快一米八的高个子 说出这样的话 真的离谱到家了 哇 宋星月 胡宇柔 说实话 我们三个是打不赢 对面两个男孩子的 还好全场录着视频 否则 尤林也说不清 我阴侧侧看着陈希妍 你在犯罪 是要进监狱的哦 陈希妍怂耸奸 一脸人出无害 我不认识他们 我只是一个正义感 爆棚的证人而已 陈希妍挥挥手 那两个男孩子 演得更起劲了 这时 我听到了脚步声 他们终于来了 那我还能忍 我啪啪几巴掌 扇在陈希妍脸上 傻逼玩意 让你没事多读点书 你不听 非要干违法乱记的事 你真是害人不浅 宋星月反应过来了 他把我拉开 也少了陈希妍几巴掌 我真的忍你很久了 你胜世有病 陈希妍的脸 瞬间就肿了 他恶狠狠看着我们 等会在演戏 现在给我狠狠揍他们 可惜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他们还没走到我们面前 辅导员带着保安来了 助手 多给我助手 是李老师的声音 陈希妍慌了 他转头就想跑 我一脚踢在他的货窝 他直接跪在了地上 他带着弟弟们满脸惊恐 直接抱头蹲下 我们什么都没干 真的 他让我们过来演戏 还没开始演 你们就来了 陈希妍爬在地上 哭得可怜兮兮 李老师 他们三个霸凌我 你看我的脸 都被他们打肿了 这样看起来 好像真的是我们在欺负他 我四笑非笑看着陈希妍 那个 刚才我们全程录了视频 而且 我们环抱了警 陈希妍愣了一下 随后惊声尖叫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们是不是要逼死我 我朝他翻了个白眼 什么玩意 只准他欺负别人 还不准反击 我都懒得跟他说话 他傻逼一个 听不懂人话 陈希妍爬到辅导员脚边 可怜兮兮说道 李老师 你帮帮我 要是让警察把我们带走 肯定会对学校 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李老师脸上满是纠结 我冷着脸 他要毁了我们三个 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要知道 有一次就有二次 坏透的人 改不了的 宋新月和胡宇柔 也坚定地站在我这边 我们坚决要让警察处理 最后 警察来了 我们一起进了派出所 把视频交给警察 前几次的录音 也一起交上去 虽然没有造成损失 但陈希妍的确犯罪了 他被关了进去 李老师把这事上报了学校 校领导高度重视 陈希妍直接被开除 后来 陈希妍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他出狱时 我们三人都已经保研了 陈希妍疯狂找刚满18岁的男孩谈恋 唉 这次 他懒得调查甚至干净的 他就想凑够999人 把自己的运气变好 等他有钱有势 再来找我们麻烦 可惜 还没一年 他身体就出问题了 各种妇科病不断 HPV两项高位一项低位 下面涨满了菜花 还得了恭敬癌 李嘉琳不敢跟他混了 爬起来就跑 他还好意思发信息给我们吐槽 说陈希妍活该 实际上 我们觉得 他也不是个好东西 顺便吓唬了他几句 他哭着说再也不敢了 等我们博士毕业 陈希妍死了 听说死不瞑目 他说还差几个就成功了 只差最后一步了 至于王晨毅 那个很乖的男孩子 他考上985 还谈了一个很可爱的女朋友 陈希妍只是他人生中 微不足道的过客而已 全文完